2000年,美国组织了一场核能盛会 并邀请了法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八大核电强国 这场会议深刻影响了全球核电的未来格局 他们达成共识 并且逐渐探讨出未来核能发展的六大技术方向 被称为第四代核能技术 但是让他们绝对没想到的是 这些未来核电技术将由另外一个国家引领 它就是来自东方的大国,中国 2021年9月,中国甘肃五威宣布了 土金融盐核反应堆正式进行试运行 这是全球首个商业运行的第四代熔岩堆核电技术 震惊了核能界 而土金融盐反应堆也配得上这个称号 它被科学家称作 人类实现核聚变前的中极能源方案 本来土核反应堆技术源于美国 早在上世纪50年代 他们就开始研究了 然后世界各国也都非常关注这项技术 但是由于种种技术问题 全球各国一度中断了这项技术研究 当然也有例外 比如隔壁的印度 他们一直在研究土反应堆 并在国内建立了66座土燃料反应堆 一直宣称自己是土核反应堆的领导者 这里面的故事也挺精彩 但是可惜的是 印度虽然建了很多反应堆 却同样未能攻克第四代土核电站技术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土基核电站一直默默无闻 所以当中国宣布攻克了这些技术难关时 全球核能界立马开始了激烈的讨论 而且大部分科学家对中国获得的成果 有着非常正面的肯定 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学期刊《自然新闻》 对五位土核反应堆进行跟踪报道 他也有某专家的话说 中国是第一个尝试商业化的国家 麻省理工的核专家查理斯说 中国的反应堆将给全世界提供一个大量研究的试验平台 也肯定了我们的技术领先型 而英国的材料学博士班哥更加兴奋 他说 如果中国允许我参加试验 我会立刻飞过去 而这些反应也宣告了 中国在土核反应堆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导地位 那么问题来了 土核反应堆技术源于美国 为何被中国率先实现 土核反应堆真能承担起未来能源的称号吗 印度又凭啥说自己的土核反应堆技术领先全球呢 大家好 我是熊猫 今天咱们就来硬核科普一下土核反应堆技术 土核反应堆技术的确是源于美国 在二战时期 美国启动了曼哈顿计划 负责研究核武器 其中位于田大西州的像树林国家实验室 负责农所有的分类和提取 因此闻名世界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像树林实验室还负责另外一个秘密项目 核动力飞机研究 当时美国空军试图建造一架拥有超长续航的轰炸机 它可以携带核武器进行远程核威胁 能满足这架飞机需求的就是核动力飞机 因此 美国空军制定了一个叫ARE的项目 而像树林实验室就是专门负责这项研究的机构 它们采用的技术路线就是熔岩反应堆 而此次中国土机熔岩反应堆就是其中的一种 1946年 曼哈顿计划终止 但是美国空军依旧保留了ARE项目 1954年时 世界上第一座熔岩核电站诞生 当时的核燃料依旧用的是浓缩的U-235 而且属于第一代早期原型堆 所以它的缺点还是比较明显的 一个是发电功率不大 一个是成本却非常高 需要继续进行验证 然而刚刚验证了三年左右 ARE项目就遇到了重大转折 1957年 苏联成功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 它的射程更远 速度更快 可以搭载核武器进行远程威胁 核动力轰炸机的超远核威胁 一下子变得异常尴尬 美空军因此决定暂停这项研究 没有了美军的支持 像树林实验室的熔岩核反应堆 只能转战民用 而民用才是熔岩堆的主战场 因为熔岩堆可以选用多种材料 其中 土元素作为核燃料的价值是最高的 它的储量丰富 以碳明的土元素 足够人类使用上千年 如果加上未碳明的资源 人类用个上万年都不一定用得完 而且土性能较好 同样的一堆材料 土燃料经过闭环使用 能提供的能源相大于200段的用 因此 土原料被认为是未来燃料之一 所以从经济上来看 土机熔岩堆的前景 比船团的优核反应堆要更好 这也是像树岭实验室团队成员 测试多种材料之后 最终选择土机熔岩堆的原因 1965年 世界上首个民用熔岩反应堆成功诞生 像树岭实验室选择的就是 以土燃料作为熔岩堆的核燃料 当然此时的土机熔岩反应堆的技术还未成熟 它的功率只有2.5兆瓦 启动成本也很高 还有耐腐蚀等问题尚未解决 属于典型的第一代原型实验堆 但土燃料和熔岩堆的结合 证明了岩堆的可行性 世界各国开始注意到这项技术 苏联 欧洲 日韩等国都在布局这项技术 中国也不例外 1970年 中国启动了728工程 就是以土机熔岩堆为研发对象 次年 像树岭实验室再次实现突破 他们又完成了一级瓦土机熔岩增值堆的设计 如果能按设计建成 那么土核反应堆有可能率先完成美容开发 就没有现在中国啥事了 然而像树岭实验室的设计还没正式验证 美国的原子能委员会突然削减了投资 将重心转向了以右为原材料的核反应堆 美国原委会这么做不是没有理由的 当时正处于美苏冷战的巅峰时期 美苏都在进行核武器警备 美国对于核武器的需求远大于民用核设施 核武器最重要的原材料就是U-235 而土只能逐步演变为U-233 也就是说 它并不能用在核武器上 一个可以军民两用 一个却只能用于民用 美军如何选择一点也不奇怪 于是性能更强 安全性更高 经济效应也更高的土机熔岩堆 就这样被打入了冷宫 1976年 熔岩堆计划正式被叫停 同样叫停熔岩堆研发的还有苏联 当时他们也有这项研究 但是由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苏联当时的核电站研发 几乎都是处于停止状态 没有了美苏带头 其他国家自然也不会热衷这项技术 也跟着暂停了这项研究 这一停就是40年 在这40年中 人类用事实证明 当初的选择并不是正确的 以右违约材料的核电站 更新迭代了三次 但是它的安全性 一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连美国自己也发生了多次核事故 其中 三里岛核事故最严重 当时核电站有62吨的堆心融毁 放射性物质万亿 事故等级被评为5级 事后 美国花费了10亿美元 历时14年才成功清理完核肥料 而在这次事故前后 美国的其他核电站也发生过多次核泄漏 他们在核电站的安全维护上 每年的花费多达20亿美元 到了1999年 美国自己也意识到了 以右违约材料的常规核电站局限性太大了 于是 他们终于下定决心改变这个现状 1999年 美国能源部核能办公室 首次提出建立第四代核电站的倡议 呼吁各国关注核能安全问题 如果是为了救赎 那么美国这次做得不错 然后就有了开头 美国与日法、印加等九国举行了高级政府代表论坛GIF 专门讨论第四代核电技术发展 2001年 9个国家设施签署了GID宪章 并且成立了专门的组织 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100多位专家 评估了130个核反应器 希望从中筛选出在稳定性、经济、安全、可靠 扩散意志、物理保护等方面的核反应堆 尤其是安全性 更是重中之重 戏剧性的是 他们发现曾经被美国自己抛弃的熔岩反应堆 恰好符合现在的所有要求 而熔岩堆里的土积熔岩核反应堆 也恰好是最容易实现的路径 为了方便理解 这边简单科普一下 传统的核电站是核反应发热 然后将水变成水蒸气 水蒸气带动气轮机工作来发电 所以被形象的称为烧水壶 但是由于核反应过程产生的热量非常大 必须用水进行冷却 否则核燃料的堆心就会融化 比如日本福岛就是因为堆心融化 造成严重的核事故 而且反应堆内有水蒸气产生 它也会在反应堆内部产生非常高的气压 对于核反应堆也是非常大的考验 轻则管道破损水蒸气外泄 重则带着核燃料一起暴露 也就是说 核燃料和水蒸气是核电站的潜在风险 而熔岩堆则没有这个顾虑 它的结构和传统核电站差不多 不过熔岩堆的核燃料和冷却剂 都是液态的熔岩 所以就不存在融化和水蒸气带来的高压风险 而且就算有极端情况的事情发生 那么由于燃料熔岩是液态 它可以直接通过应急系统 流到反应堆下方的应急储存罐里 而不用担心发生气体泄漏 因此 它的安全性比传统核电站高得多 除此之外 土元素在裂变过程中 不会产生核武器的原材料 因此它在防止核扩散方面 远比传统又核反应堆更有优势 正是因为这些优点 科学家们才发现 原来曾经被自己亲手抛弃的技术 正是自己苦苦追寻的理想方向 没有了技术之外的因素制约 2002年 GIF发布了第四代核能系统技术路线图 熔岩堆和其他五种核反应堆 共同被确认为是第四代六大核电技术 根据核能学家的普遍预计 这些类型的反应堆将在未来20年内横空出世 并在2030年就可以完成商业化运行 然后逐渐取代前三代技术 因此有能力建核电站的国家 都想抢占先机 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 重新布局土机熔岩堆和各项技术 但是想要重挤这项技术的难度也非常大 首先 有些国家无法全身心投入 一个是在这六种技术中 每个国家的能力和擅长的方向都不一样 在没有确认可行的方向前 有些国家都是抱着备胎的心态 来研究土机熔岩堆 其次 核电发展到现在已经经历了数次迭代 各个国家对于核电功率和成本的要求 和上个世纪完全不一样 所以美国以前的概念设计 无法满足现在的需求 想要攻克土机熔岩堆 就必须系统性的全面研究 其中 全新的核燃料需要从头研究制备技术 而氧化土的融点高 智取核燃料的难度也跟着加大了 还有材料问题 由于反应堆产生高温后 辐射会损伤材料的耐腐蚀性能 而熔岩堆会与空气和水产生较强的腐蚀性 这两者又该如何避免 类似的难点非常多 几乎全部都需要从头设计和研究 面对这种困难 有些国家干脆就直接放弃了这项技术 不过也有两个国家非常特殊 一个是中国 还有一个是印度 先说一下印度 它是为数不多选对方向的国家 1954年时 印度著名的核武力专家霍米巴巴 根据本国的情况 提出了沿用至今的三阶段核能计划 大概意思就是 印度的土资源比又更多 而且土更加容易提取 所以印度应该发展以土为核燃料的反应堆 这个计划得到了当时的印度总理 尼赫鲁的支持 于是霍米巴巴为印度设计了层层递进的发展道路 而土正是印度未来的终极核燃料 因此在其他国家暂停土核反应堆时 印度却开始了以土燃料为主的核反应堆建设 所以当熔岩堆被选为下代核电技术时 印度非常开心 他们国内的核能界 对土资熔岩堆引领者的地位非常看重 2007年时 印度伯伯尔原子研究中心负责人就公开宣布 到2020年时 印度将是世界上唯一用土大规模生产核能的国家 2015年 中国宣布将建设世界首个10兆瓦的土资熔岩堆时 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而印度有些核能专家非常不服气 印度核能专家斯里尼瓦桑公开称 印度在第四代土积核反应堆研究上是世界第一 没有人比我们更领先 斯里尼瓦桑不仅仅是印度核能界的权威 更是原子能委员会的前主席 属于官方人物 由他直面出面宣誓 也标志着印度对土积核反应堆的信心 后来 印度又宣布将在2025年 会实现全球第一个商用土反应堆 这个规划比中国早了很多 事实上 他们也的确有这样的底气 因为从未放弃过对土燃料的研究 印度至今已经建设了66座土燃料反应堆 有着非常丰厚的技术底子 国内有些网友误认为 这些土燃料反应堆就是土积熔炎堆 其实 他们在各个标准上还达不到 国际上对第四代核电站的定义 充其量只能达到第三代 有些甚至只有第一代的水准 但即便这样 也不妨碍他们对土积熔炎堆的自信 然而 印度的这些宣言在2021年被中国打破了 中国的团队横空出世 抢在了印度之前完成了土积熔炎堆的技术验证 试验堆的建设等研究 那么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为何能赶超美国和印度呢 这还要从中国核能开始说起 1970年代 全球发生能源危机 中国也无法避免 经常因为能源问题被限制用电 甚至东部重要的工业区都实行开三停四的措施 工业发展面临很大的压力 于是在1970年2月8日 我们启动了核电站的研究工程 这项工程也被命名为728工程 728工程初期就是以熔炎堆作为技术突破路线 次年 728工程建成了零功率冷钛熔炎堆 并达到了临界状态 可惜当时中国核工业还未起步 很多技术问题无法解决 只能被迫停止这项研究 后来 728工程转为建设技术难度更低的清水反应堆 它也成为后来著名的秦山核电站 但是对于熔炎反应堆 我们也并未完全放弃 2006年 中国加入了GIF组织 对于第四代核电技术的六大方向非常重视 因此在每个路线上 先后都安排了发展计划 由于中国的土资源也很丰富 可供我们使用上千年 而且不用水的熔炎堆选址还特别灵活 可以在中国内陆大量兴建 更经济更安全更灵活 中国没有理由不把土济熔炎反应堆 列为重点研发对象 2011年 中国科学院宣布启动为期五年的 战略性先导专项 未来先进核类变能 土济熔炎堆核能系统 代号MSR 这项计划投资高达3.5亿美元 由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主持 并且邀请了中国各大高校科研力量参与 那么中国是如何研究的呢 其实就是长期战略和整体细节 当时该项目有两种方向 一种固态燃料熔炎堆FH2 还有一种液态燃料熔炎堆TMSR 固态燃料熔炎堆 有点像传统的核电站 安全性和技术难度相对较低 而液态熔炎堆才是真正的第四代核电技术 难度和安全性更高 所以液态熔炎堆才是未来十年的限导项目 但是在技术上 两者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要掌握液态堆的技术 就必须先掌握固态堆的技术 所以中国在战略上制定了两种同步发展的计划 两者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先建成2兆瓦实验堆 然后是10兆瓦实验堆 最后是可以大规模推广的100兆瓦实验堆 而在战术上 TMS团队制定了错开建设的策略 在建设10兆瓦固态熔炎堆的时候 同步建设2兆瓦的液态熔炎堆 当固态熔炎堆扩达到100兆瓦时 液态熔炎堆同步到10兆瓦 最后在全力攻克100兆瓦的液态熔炎堆技术难题 争取在20年内率先实现商用 等这些技术都被攻克后 我们还将朝着1000兆瓦的示范堆布局 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可以一边积累技术和人才的同时 一边推进整体战略 不会因为培养人才而导致整体战略拖沓 为了培养人才 中国团队还与国外进行了深度合作 比如美国 当时美国正在研究熔炎堆技术 而且对固态熔炎堆非常看好 因此双方很快达成合作 通过这样的方式 中国在3年内就积累了350名全职的研究人才 5年内团队成员扩大到500名以上 时至今日团队已经有上千人了 有了人才啥事都好办 在具体项目上 中国将整个TMSR项目 细分为四大圆形系统和七大关键技术 我做了一个表格 这边就不展开了 这些还只是底层的技术 属于最基础的研究 在它们之上还有更多细节研究 但是依靠我们的长期战略思维 还是一项项攻克了这些难题 2016年 TMSR团队顺利完成系统性技术验证 成为国际土机熔炎堆研发的领跑者 2018年 中国积累了150多项专利技术 并且在当年 正式开工建设土机熔炎堆核能系统 当年的文汇报用 中国正在引领全球第四代核反应堆研发 来形容这项技术 2021年5月时 TMSR的主体工程就已经建设完成 当年9月正式启动试运行 中国以一种几乎完美的方式 宣告未来核能将由中国来引导 也一步一个脚印将美国和印度 两大熔炎堆强国甩在了身后 当然按照计划 目前的熔炎堆项目 还是处于试验阶段 离最终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只有全部通过验证 并真正开始推广时 那才能叫真正的胜利 如果能解决 我们不仅摆脱了缺有的威胁 还能根据需要将核电站建到内陆去 避免扎堆的风险 我相信以中国队技术的严谨 中国的土机熔炎堆商业推广 一定不会太远 好了 我是熊猫 本期内容就到这边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